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自信 那么自信是啥意思啊 自信呢从这个generate来讲 就是说它是一样东西存在的过程当中 它一直都有的一个特征 比方说水啊它有湿性对吧 冰它有海性 那么我们众生的自信是什么呢 我们众生不论我们是痛苦快乐悲哀年轻或者是我们衰老 我们都有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我们都有的特征就是我们的佛性 我们不管我们是在怎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我们众生都有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那么是啥呀 那个就是我们众生本自具有的佛性 我们的佛性是我们的自信 而不是我们这个五蕴之身 不是我们长的这个象状 不是我们的性别 不是我们的家庭出身 也不是我们的拥有多少的财富 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真实的我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佛性 Felipe 老师 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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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